本地漁龍美食營春嘉年華 逼滿人啦 快點來花血公園啦 隨時吃到酒煮靚雞節問茶巧很有用 全部肥帶口肉甜美金號 聖日也做冬 農味大澳蝦糕 在家蝦館來做個好菜 自己種植自己出產最強 吃過你就信 3 2 1 看看 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祝福說話 很開心能夠再次能夠出席 本地漁龍美食營春嘉年華這個盛會 和各位漁龍的朋友 和廣大的市民一體 感受熱鬧的虛節的氣氛 所有在場人士都能夠買得開心 放心 吃得 安心 然後呢 所有的節目呢 看得 玩得 極之開心 香港的漁龍樂 已經闖出了一條新的路 那條路呢 就是 新品種 有機 漁龍美食 對 本地漁龍美食營春嘉年華 今年已踏入第五屆 這幾年來 主辦機構和漁龍業界通力合作 成功把這項活動 打造成為香港一連一度的漁龍美食城市 市民心目中創立了一個信心品牌 是 開口的 售賣到本地有機蔬菜 因為平常在家市買不到的 今天 會不會有好玩嗎 好玩 好玩 得不不漂亮 這裡的東西很好 超級 本地娱乐美籍迎春嘉莲华深受市民爱大 每年入场人数可以引证 从第一届十万人次 每年提增今年经已超过19万 摊位数字方面第一届180个 今年经已增加至280个 而花区公园免职而言 这个规模可以说已达至极限 由参见商表示 活动日数有延长的空间 三天每一天有六万多人入场 三天十九万多人 是否多了很多人 迎接我们增加农民 我希望他们扩大一点 多些人参与这个计划 这个美籍嘉莲华是我本人建议 政府的渔农处都很英明 所有人都很支持我的动议 成立了这个 根本已经在第四届 第六届 就一直下去了 好 非常成功 非常一年比一年进步了 真是说 本地渔农美食迎春嘉莲华的成功 除了突出了本地优质鱼龙美食的信心标志 活动亦经过精心策划 例如 《鱼龙自然护理处》 每年都提早部署活动的主题鱼龙作物 作为销售和展览重点 今年的主题作物就是 本地种植的有机南瓜 和本地自养的优质龙等 除了有本地渔农产业展览 《鱼龙自然护理处》 亦展示日本先进的城市种菜科技 这种技术 可以在室内全天候出产优质 而且是零污染的新鲜蔬菜 令到花旗公园 不单是成为全港最大的户外农区 亦成为了发放渔农业高科技资讯的中心 场地设计荒面 为响应社会对保育的诉求 今届展场以二三十年代社区作为南本 搭建了一条怀旧市集街 十四间古式古香的店铺 出售不同类型货品 大受市民欢迎 亦成为全场焦点 购物不忘娱乐 舞台节目编排亦非常丰富 角色表演 美食示范 令观众大饱眼耳口腹 大家都乐而忘返 舞台节目也配合了大会举办的比赛项目 例如向学界推广本地优质鱼龙食材的 煤气名火智力怀旧小炒烹饪比赛 不单是增进青少年对本地鱼龙养殖产品认知 更加促进亲子关系意义深远 除了烹饪 大会亦早在去年10月开始了青少年制服团队游击监重奖励计划 七个青少年制服团队每周派出队员到西贡 招康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种植游击蔬菜 并且在1月8日给大会出售产品 深切体会游击蔬菜种植及销售的苦娱乐 对摄影及旅游爱好人士 大会亦举办了本地鱼龙美景摄影比赛 鼓励他们亲自到香港鱼龙圣景取材 递交作品并赢取丰富奖品及礼品 凡此种种除了令本地鱼龙美食迎春家联华更多资多彩之外 也确实地达至向社会各阶层全方位推广本地鱼龙产品的目标 每年3日的本地鱼龙美食迎春家联华 成为本地鱼龙美食年度盛事 也成为了全港大众传播媒介报道焦点 电台、电视台、报章、杂志 以至各网站均有报道 今年宣传也通过Facebook等网上渠道 向年轻的消费者宣扬活动正面信息 反映非常理想 随着经济稳定发展 市民日益重视健康和食物质素 本地鱼龙业在金融、商业等城市发展的客逢中 只要业界努力不懈、志强不息 当有其生存及发展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